主见面这场生日派对究竟是为谁举办的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为迷斯拉 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错 并不是为迷斯拉举办的 而是为一个神秘人举办的 这个神秘人随时都会爆炸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七岁了 如果你喜欢玩迷你世界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迷你世界中的每一个周年 都会举行一场生日party 比如说六周年 我们可以看到 迷斯拉笑得不开心 因为主角根本就不是他 主角是魔闪闪 你看他挡着秋千 笑得多么的开心 并且官方大大在他的简介中也写了 他行走的时候会留下六角金脚印 这就是六周年的主题呀 所以说六周年派对的主角 就是魔闪闪 你表情暴衷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魔闪闪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七周年主见面 又举行了一场派对 这场派对的主角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派对的主角 其实他的名字很可爱 叫做花琪琪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 官方大大说 她是七周年限定 她才是真正的受星 已经戴上了生日帽 所以说主见面中的这场生日party 并不是为迷斯拉准备的 而是为花琪琪准备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